近期苏丹安全局势持续恶化 为保护中国在苏丹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统一部署 中国军队于北京时间4月26日 派海军舰艇赴苏丹接运撤离 我再苏人员 人民解放军紧急调动 在雅丁湾护航的军舰奔赴苏丹 开展转移撤离行动 截至目前已有1100多名中国同胞 从苏丹安全撤离 其中包括香港特区居民 中国是苏丹内部冲突爆发以来 有组织撤离人员最多的国家 我们还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积极协助外国公民安全撤离 同胞们已登上中国军舰 踏上回家的路